在這個5月5號 運動場的這個制約 這個是確定是取消了 不管是春風、鳳梨 包括其他網紅 他們在網路上的指教 我只有兩個重點聲明 第一個 羅董 他轉格 在這兩天 跟我的通話當中 他們都直接跟我講 千亿不用回應 第二點 不管今天是鳳梨 或是春風 或是說其他的網紅 你們今天講的這些東西 來千亿啊 都續心接受 我都續心接受 因為 社長三天啊 跟我這些長輩他們 每天在這樣子通電話的溝通當中 其實我放下來了 對於 大家的指教 千亿都續心接受 再來 目前NFT這個部分 已經走到司法階段了 今天這段直播就是 告訴大家 在這個5月5號 運動場的這個制約 這個是確定是取消了 那接下來包括 私人的會所的部分 基本上 因為 大家今天都有看到新聞嘛 不管是 長輩這邊的勸說 或是說各方面 這邊在5月5號的這一場 這邊在5月5號的這一場 或是春風 或是說其他的網紅 他們今天在直播上 講的所有的東西 裸檔也跟全哥是直接跟我講 不用回應 裸檔也跟全哥講 完全不用回應 他說千亿 當今天你要坐在這個位置上面的時候 你只要虛心接受就好 你只要虛心接受就好 因為我講一句實在話 他們並非局中人 他們也無法去評斷局中事 那在這一個期間點我就放下了 所以說昨天黑哥 黑金城黑哥 他有發了一篇文 我看了大概有十遍以上 那今天黑哥講的一個重點在於說 不論對手或對象是誰 今天當大家站在這個舞台 跟包括公眾媒體的這個位置上面 今天 不是說今天誰贏誰輸 占了便宜都不是 而今天最後是很簡單 如何去讓事情圓滿 那這件事情在幾位這些 我們這些老哥 這些哥哥長輩的 他們這些的關心之下 那目前是已經告一段落了 已經告一段落了 今天 羅大哥的話 羅大奶跟全哥的話 還有黑哥的話 我有聽下去 告一段落了 結果各位你有發文 你有把這個長輩放在你的心上嗎 你有把這個長輩講的話 聽進去嗎 有些網紅今天 在評論我之前 你們也自己要好好的檢討一下 在直播上面 在公眾媒體上面 罵三字經 罵五字經 告派小孩大小 這是很不好的行為 在公眾媒體 反正 麻煩禮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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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好嗎